好,回來,這是一間湖南的小學 老師教導他們,哇,多氣勢磅駁 去演繹這個滿光雄,但我就聽不到他們練滿光雄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老實說,這些就叫做國民教育 我們香港的小學生,中學生都要 喂,你真的是教育局長呢? 你,阿蔡什麼,蔡又練不練? 喂,蔡又練了那個年字 但是他一點都不大 我沒有留意一點 喂,你麻煩,真的,我們要跟進 話說,今天我有個上海的網友 住在上海的網友,來聊聊天 我說,現在上海的什麼環境呢? 他說,比香港還壞 我說,香港不是很壞 第一,沒有了貴老 你猜國際學校沒有了老師 現在請了什麼老師呢? 一帶一路 哈薩克那些,好像比黑那些 俄羅斯那些 對,賣黑人,因為要講幾個文 他受不了,所以決定帶個女兒去加拿大 因為女兒去國際學校 另外呢,他說他們吃得有辦法的人 大陸,就是我們 偉大的同胞全部都走了 那我不覺得是全部的 就是,老實說,一步一步來 我們不要緊的 就好像據說,習主席 都會親身去接見各國的商界領袖 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USA 不是,據說人家又不是很刮他 我覺得不會的 誰去他的份 阿羅奇 有 阿尚斌 就是,老實說 大家見面三分親 是吧? 希望可以談到他 是吧? 就是,老實說 我們香港今時今日呢 就不能夠太過柯澤這個特區政府 我認為 為什麼呢? 兩個大哥在那裡吵 其實你是怎樣也會死 不過 你也有些事情可以做好些 是吧? 就是,你問心 兩個大哥在那裡吵 你還磨心 好了 阿梁希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是天才來的 這個梁希 我不是嘲笑他 梁希海人雅呢 立法會議員 黎智民建聯 西環巷那個 OK 沒錯,西環巷 是 他說 喂 見到個Team Lab 有二百多顆光彈 不是窮光彈 是發光的彈 在那裡 他說他忽發奇想 他如果現場有人攝影專員幫手 插機拍照 那就可以令到有人不枉此行 更加可以令到大家都有張靈相 可以在社交媒體裡分享 相片一起說好香港 嘩 他說呢 其實很多時候去到景點 經常聽到遊客說 背光很難拍 快臉黑曬 貨不對版 拍得好像馬上聖節一樣 他就換位思考 他覺得 如果現場有攝影專員就好了 這樣說 首先呢 我不會因為立法會議員 過山車玩什麼都要插一張照片 一走出去 那時候就 你哪裏哪裏哪裏 不兜東西一口水 是這樣的 是吧 老實說 你的Team Lab 這個光臉有這麼多樣 就是 裡面有這麼多的 不同的裝置表演 我都不知為何你會選個光彈 光彈就好了 很容易聽 因為我剛剛去完九州 我講過了 大把東西搞 我們那個室內 屌你千萬呎這樣計 屌你走路 它怎樣呢 就是 四方八面很多頭射 很迷環很靚 然後呢 你又可以有Apps去下載 去捉那些恐龍 又走那些路 去走那些 有些是 瓶瀑布 瓶石頭 或者 七彩變幻顏色 結合了 我都覺得好接得去 就絕對不是這個窮光彈 嗯 好了 當然我們要講快點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這些是什麼事 我真的不知道 元朗大唐懷疑發生虐待動物事件 為什麼我說真的不知道呢 有個洞保義工在網上表示 有個女子 無認是其他洞保組織的義工 於是乎 說可以協助安排有人 有心人去領養九隻 於是乎 這個義工 在網上出現的義工 就不如有責 就將三隻 唐狗 德國牧羊狗 和一隻狼狗 交給對方 其後就發現 唐狗骨獸魚柴 跟著更加看到 德國牧羊狗死亡了的照片 那那個義工就懷疑了 是不是這個女人 扮是其他動保組織的義工 然後去虐待那些狗呢 是不是他虐待那隻狗死亡了 將它丟在山邊 然後就扮成目擊者 去通知其他義工呢 於是乎呢 這個出Post的義工呢 就要求對方 那你另外一隻狗還給我 對方一直拖延 最終呢 義工聯同其他動保組織 成功救出一隻銷售的狼狗 和一隻斷手的貓 OK 好了 因為呢 我說要短起來呢 一節就真的可以做得很短的 但是有時候 為了你六七分鐘就完 實在太太微譜了 那我唯有拖一拖 多一拖 還換缸 OK 不用 我們先講清楚一點 愛護動物協會跟進調查 發現攝氏單位 即是說 這個扮義工 大家聽清楚 現在出現了兩個人 第一個在網上出Post的義工 第二個呢 就是說 有一個人懷疑是扮另一個機構的義工 就拿了三隻狗回去 一吃狗 骨頭魚柴一隻狗死亡了 於是這個出Post的義工 就聯同其他義工 就要去破門 找愛護動物協會等等去做 OK 好了 發現攝氏單位呢 破門之後呢 即是破門之後呢 根進調查了 有四隻貓、四隻狗 屋裏面有水、有糧食 初步沒有發現到 有涉及虐待動物的證據 現場發現受傷的貓 我想就是他們說的斷手貓 救出一隻 由相關的動物義工 和交託者 決定自行 交道診所進一步持理 交託者 即是可能是有人 將這隻貓交給這個被懷疑 是殘忍的 或者冒充義工的人去照顧 愛動物協會的督察 都會繼續去跟進事件 好了 一眾義工呢 在先下網上咬待事件 我覺得是有疑問的 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間 這一名無形其他同保組織的義工 以領養為由 先後接收了唐狗可樂 因為他被捕捕 那個女生 那些特性狼狗 即是三隻狗 一個月之後 義工接回可樂 就發現裡頭 影子瘦如柴 本來是 Pep 到今個月又20日凌晨 這個女人就和義工表示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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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浪的屍體又是瘦到見骨 那個女生 即這個模型義工 就說浪浪早兩三天突然食慾下降 然後就突然死亡了 又說醫生估計浪浪是死於胃部扭轉的 義工當然是半信半疑 於是乎在Facebook群組裏見到其他義工 在這個女人住在元朗大堂 在深沖村的廚所裏面發映了狗絲就是浪浪了 就想完不對勁 大事就是這樣 愛動物協會說未發現有虐待動物的證據 瘦到這樣也不算了 未有其他證據 是報獸的 例如瘦皮鞭 蠟燭 滴蠟 才覺得是虐待 我們首先授什麼 這樣瘦皮鞭 找幾隻 他現在找幾隻狗這傢伙回去 是接了一些狗 他沒有其他動物協會的義工 接了一些狗回去 他不是用那隻什麼藥袋 就是砍他的嘴 就是砍他的嘴 他用刀砍下去 兩個狗嘴 那些 但是 你如果是肥嘟嘟的 我當你不懂得養狗 你知道正常常 因為裡面也有水和狗糧 其實狗 不會在一個月之間這樣養 正正常常就已經 對吧 這個我只能這樣說 又扮其他動物組織 這個可能是一個愛狗的人 不過是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 這個只能這樣 最合理懷疑 這是瘦瘦的 於是 他也會拿狗來養 但是他連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都未必有 你說良善願望 因為你說如果是那些 那些藥狗藥貓狂 他不得狗狠這樣餓你 你兩隻忍不肯住 你想想 你將那些浪浪這樣 摸著他 手腳 呼呼呼 呼呼 尤其是狼狗的嘴這樣長 找刀慢慢鋸在嘴上 鋸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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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變忍態 這樣 或者給他一些毒藥去吃 但是 不用說話 老實說 我認為 你們那些 動保組織 交託那些狗 貓去給別人領養 或者照顧 其實 我想都要幾頻密 尤其是開頭 頭幾個月 真是要去看著 譬如你現在這樣 一個星期 尤其是現在 叫做WhatsApp 不要去那裡 FaceTime 先小人後君子 你領養不是不行 我們有些條文 你就要給FaceTime 等等 Live Vlog 給我們看 一有不對勁 就直接可以動用條款 如果不是 真的有些傻人 這是很可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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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又不給食物去吃 現在 表面 我們要講證據 但現在你捉到他 其實都是 索散進去 對 有些人真是傻 十分鐘 不算太短 休息一會